这个牛肉要自己在桌上现炒 看起来好新鲜 哇 全都放进去 哇 这个帖子 我以后整天绝对不是广告 哈喽 姐妹们 今天我要去拍一家粉丝推荐的苍蝇馆子 是一家香菜下饭菜 但我看它的评分好像只有三点几 应该是在这个后面 去尝一尝好不好吃 以后我们可以多听取一些粉丝的意见 这幅应该是个写字楼 在这儿小乡村 香菜 嗨 您好啊 现在能吃吗 可以啊 天 咱们家是那种手写的菜单哈 SKU非常多 一定要自己写吗 啊 自己写的哈 这那种不像系列 只有用做的味道丑 哎呦 不会电了 天 生爆牛肉了 生爆牛肉 生爆牛肉五十八 再来自一个 辣瓜豆炒荷包蛋 十九块钱 那我家红椒排骨 非常 你吃不吃鸡仔 天 鸡仔 我们后吃咋会有人不喜欢吃鸡仔 快点 你得不会吃鸡仔的人道歉 市面上可能不吃鸡仔 不好意思 再来一个回锅肉吧 八十五块钱 六个菜 全部都是肉 那蔬菜好烂得点哦 天 哎 老板 你们家那个水煮肉片里面有蔬菜吗 哦 水煮肉片 那我们就要个水煮肉片吧 咸咸咸咸超鸣这种 我已经闻到那个锅气了 杭州真的很少能吃到这种类型的 超鸣馆子 哇 这个看起来好香啊 这个牛肉都是这种 看起来很新鲜 它是直接在桌子上面现炒的 下面是韭菜 哎呦 我为什么要自己炒啊 我明明在公司也是自己做饭 好不容易出来吃个饭 还是要自己炒 哇 这个肉看起来就是很入味很嫩的样子 哇 全部放里面了 哇 这个茄子 这个牛肉好嫩 哇 一边吃着这个牛肉 一边听着厨房那种叮叮哐愣的声音 真的很有烟火气 要一点一点煮是吗 像这样也很好吃 嗯 我直接一盘就整个一锅端了 哇 这个菜真的很绝 它好入味啊 我看到我在尝尝吃的烤肉 哇 绝对的必点菜 肥肠是我的最爱 哇 它们的肥肠的量很多哎 这锅50块钱 我觉得在杭州也不算贵的 可以煮味 我觉得光这两道菜就已经封神了 尝一下这个 典型的长沙菜 辣八豆炒荷包蛋 脆脆的下饭菜 不行了 我要吃饭了 干饭人的工具 我直接端起这一步步吃了 太多了 吃不到那么多 这个茄子 再来一点这个酸辣鸡杂 哇 它鸡杂里面绝大多数都是鸡鸡 哦 这妹妹来这家店就做好了来吃饭的准备 这有命 什么叫一口升天 这杭州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饭店 胃口整天绝对不是广告 整天好香啊 哇 这是水煮肉片 不愧是香菜 红炸排骨都是有辣椒的 这是老板推荐点的 这个味道没有十几年的功力下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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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您都厨师多久了呀 一个十年了吧 嗯 我说你来 我在杭州吃过就是数一数二的香菜 还好吃了 你们来杭州多久了 正面的花里 离我很近 感谢他搬到这里了 我现在甚至特地不想讲话 只想吃饭的状态 我真的觉得甚至比我在长沙某一些店啊 都还要好吃 一点都不夸张 回锅肉 他这个回锅肉的做法 不是那种个别正宗的川式回锅肉 大家是香菜管 你很下饭 水煮肉片 肉片还挺多 他真的每一个菜都下饭 我选都选不出来 而且他每个菜跟每个菜搭配在一起拌饭 又有新的味道出来 我们今天点了七个菜 没有一个菜的 还是我基本上是盲点的 所以做的菜只能选三个的话 我都选不出来 那已经神油状态了 我感觉我们这次出来真的没有赖乖 大家今天卖一道菜都好吃 我觉得下次我突天一天粉丝的建议 你没有吃过什么 像这种特别下饭的呀 你经验的 都可以偷偷告诉我 其他地方让我收藏 因为我评选到今天最下饭的菜 就是这个牛肉 我牛肉一定要点 这个鸡杂也很好吃 好了 下次吃什么 你们来订吧 我们下一层再见 我今天不想吃饭了 我今天吃饭吃饭吃饭 整天不香的同步嘛 番茄炒蛋 他番茄炒蛋做的 大姐 为什么你们番茄炒蛋做的这么好吃 你这样诱惑搞错 你真的很想吃 你上一课吗 整天可以 整天可以呀 公司团结来这儿吧 公司团结吧 公司团结吧 他没接到 累了 他没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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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